《黑鑽》 《黑鑽》 《黑鑽》不是一台船 《黑鑽》是一台平台 《黑鑽》是一台平台 人們認為我們製作GPU 我們也做 但GPU不像他們以前的樣子 《輝達GDC》大會登場 AI教父黃仁勳 親自亮相殺手機 AI新品 宣告電腦運算 新時代就要來了 《黑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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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叫《黑鑽》的全新GPU架構 搭載2081個電晶體 提供強大算力 訓練AI模型 甚至能運算高達10兆個參數 相較前代產品 還能減少25倍成本和耗能 《黑鑽》 《黑鑽》有玩為AI帶來更多突破 但GPU功率較高 運算時勢必有更多散熱需求 所以回答不只改用水冷散熱技術 還首次以雙晶片形式設計生產 讓散熱面積變得更大 全球科技巨擘 現在全都搶著用 而且《黑鑽》的製造 是護國神山台積電 以4奈米製成操刀 黃仁軒也不忘點名其他台廠 大方展現偽創工廠 其他包括華碩 鴻海 技嘉 英葉達 維英等 曾經被黃仁軒 形容是超級巨星的供應鏈夥伴 一一亮在大螢幕上 甚至連AI應用案例 黃仁軒也拿台灣來舉例 回答退出的Cordiff 讓AI天氣預報更上層樓 過去解析度有25公里限制 現在一舉提升到兩公里 而且速度跟過往比也快了一千倍 能源效率提升三千倍 目前已經針對常有颱風的台灣 進行優化 我愛NVIDIA 黃仁軒大會上驚喜連環發 還親自畫圖訴說回答的成長故事 一九九三年創立至今 經歷無數風霜 到了2024年的現在 依然持續締造奇蹟 華視新聞黃澳天蘇允寬 台北報導